我一进来校使馆之后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巨大的金奖杯 然后一开始 我不知道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接着呢我去询问老师过后 才知道这是一位作词作曲家 他是歌手的最大荣耀 一个金曲奖 居然没想到他的得主就是 我们以前的伟大的大学长 叶俊林先生 不只金曲奖奖杯 还有大学长曾经用过的包包 椅子甚至是唱片机 都让孩子们大开眼界 这个黑胶唱片 它不但是很古老的 而且经过维修之后 它还可以用 以叶俊林为主题展出的校使室 结合在地特色课程 那看到这么多的古文物呢 其实从文物当中 我们可以去学习到很多的怀旧 那怀旧里面有感恩 从它的一个文物当中 我们看到它的学习历程 有很多贵人的帮助 父母的养育 这些都是感恩的历程 那感恩当中呢 孩子们就学习到珍惜 在课程当中 我们让孩子从这样的一个文物展 学习到是要懂得珍惜 对于孩子的在地课程的学习 是从这里能够领悟到 我们要懂得随时感恩 祈福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品格教育的典范学习 校方花心思举办系列特色活动 除了欢庆 纪念 还要展望未来 这一百年呢 我们给学校制造一些惊喜 要让叶俊宁的故事一直的传唱下去 他一生呢 创作八千多首 反映了在地的文化 也呈现出当时社会的百态 所以即使在从这样的一个叶俊宁的文物展里面 我们看到过去的很多的故事 还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 校方也将校史室对外预约开放 采访当天碰上了参访民众 我说怎么办这个很好 把那个以前的人都可以找回来再看看 四月学校会办的这个百年 校心让我知道说 这学校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 也希望学校以后 也可以再有另外一个一百年 还要迎接下个新世纪 开启学校新篇章 巨匠足迹文物展 即日期展至5月31号为止 4月8号 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 有校庆音乐会 4月21号 有团圆餐会 5月4号 圣火传承 5月27号 校庆大会与科科港圆游会 安乐国小百年系列校庆活动 欢迎校友们回娘家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